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学汪伟仲 欢迎收看智慧医疗导论第二章 数据驱动的新发现 我们这个课程将从人、数据和框架的观点 讨论智慧医疗 而第二章的主题重点是数据 我们将阐述人工智慧的本质 其实就是数据驱动的新发现 我们将讨论一个关键的核心概念 也就是高维度抑制资料分析 透过分析的结果 我们把它转换为医师的电脑辅助工具 而这个关键核心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两个转换 医学资讯的数字化以及抽象化 也透过这两个转换建立数位转型的基础 有了这个数位转型的基础 我们会利用三个引擎 大数据、模型以及医学领域知识 来架构起Medical AI 好,那我们就开始讨讨论数据驱动的新发现 这里的关键字是数据 我们在第一个单元要讨论高维度抑制资料分析 这个核心概念 其实数据驱动新发现有长远的科学基础 以及历史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看 大约在1610年 有一个重要的仪器被发明 也就是望远镜 有了这个望远镜 做了很多天文学的观测 像图上的这一个 就是一个所谓数据的资料 透过这些数据 科学家尤其是切利略 他发现了许多以前人类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说木星最大的四个卫星 又或者说金星的盈灰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透过一些当时先进的仪器 搜集了很多的资讯 然后产生了很多的新知、新发现 这样子的模式其实一直在进行 就比如现在 由于科学的进步 技术的进步 有许多的取向、仪器 像是CT、MR、SPECT、PAT、X-ray、Ultrasound等等 都可以在不侵入人体的情况之下 看到人体的结构 而这些影像包含了结构性的影像 也包含了一些功能性的影像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科技的发明与进步 有了这样子进步的仪器 我们搜集了各式各样的资料 那在当初1610年可能没有的是 我们多了更多先进的演算法 以及更高速的运算的计算机 而这三件事情 也就是仪器、数据、以及模型 计算机造就了许多的新发现 有人把这个称作ABCD A指的是Algorithm、演算法 B指的是Big Data、大数据 C是Computer、计算机 以及D、D、Domain Knowledge 而这些的过程 无不关于大量的高维度的 抑制性的资料集 有了这些资料集 有了好的模型以及计算力 我们就能够逐步的发现 它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模式 也可以做一些预测的工作 那当然我们希望最好的情况 是能够知道它的因果关系 但是常常很多时候 我们比较看到的是它的关联性 而这样子的局限 也让我们想到了下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所谓观测到的事实 它背后究竟运作的道理是什么呢 这些新发现 固然有许多观测的事实 但是仍然缺乏可解释性 不了解背后运作的道理 因此我们就需要再更一步地探究 而当我们真正了解大自然的奥秘的时候 通常就可以使用大自然的语言 也就是数学 和精确地说明万物的本质 以这个行星运动的例子来说 克普勒就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他提出的三大行星运动定律 解释了之前的观测 是如何产生的 也因为有这样子的基本的了解 我们不仅可以据此 准确地预测行星的运动轨迹 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知识 成功地发射火箭 而能载到月球 而这个三大行星运动定律 就可以用数学的语言 准确地描述 而在医学的部分 智慧医疗的这个领域 在可解释心 在AI这个部分还在发展 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展开 AI的神秘灭杀 知道为什么AI在一些情况 做得很好 但是在一些的情况 却做得不够好 有了这样子的理解 我们才能够开发 更精准的预测模型 而这样子的一个 Data Driven Discoverage 一直到Equation Based Exploration 就是从数据驱动的新发现 一直到方程式来充分地解释 背后的运作道理 这个常常是科学发展的轨迹 也说明了我们目前 大约的进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 高维度抑制资料的例子 首先是利用皮肤病变的影像 来做疾病的分类 这边有许多的影片 的相片 我们假设这个图片解析度 是100乘100 这样子图片的维度 就已经达到了1万维 已经是很高的维度 因此这是一个高维度的分类问题 我们要区分这些影片 这些相片跟这些相片 分别是属于哪一些类型 这些这么高的维度资料分析 当然很有挑战 也因此它常常需要抽象性的思考 就以这个分类的问题来说 我们常常需要降维 或者说维度缩减 也就是dimension reduction 这个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 就会使用组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也就是利用数学上的 奇异值分解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又或者SVD 在抽象的向量空间中 找到重要的特征空间 此外 在视觉化的时候 也常常需要做降维 让我们可以 从人类的角度来理解 例如这些图片 也就是一万维的影像 我们可以把它投影到 这个三维的特征空间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比较理解 这个分类器的成效 而这个所谓的特征空间 可能受到影像的形状 Textural 所谓的纹理 颜色 大小 等等影响 有的时候取向的品质 也会影响判断的精准度 因为有些特征 可能就没有被保留了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他可能会希望看到 表皮 二性的两性的黑色素细胞 它用四个颜色来代表 当它投影到这个三维空间的时候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红色的点大概在这边 绿色的点大约在这里 蓝色的点在这边 黄色的点在这边 这样子我们就大约可以看出来 这些图片是怎么样的被分类 成正常或是异常 以及不同形态的皮肤表征 当然这个分类器并非完美 我们看到有一些蓝点 就在红色的区块当中 而有些绿点 黄点也交杂在一起 这些地方就是 我们还没有做得很好的地方 也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掌握 这些以上的特征 也因此没有办法 做一个非常精准的区隔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子 接下来在这个高维度 抑制资料的例子 我们考虑了三种不同的资料形态 第一种是影像资料 比如说胸部的X光 又或者一些时间序列的参数 比如说ECG 也可能我们考虑 其他更多种类的输入 比如说基因 等等 那这个想法就是说 利用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 把影像时间序列 以及基因影像 基因资料 统整起来 用一个大的神经网络 来做不同的分类 当然有时候 我们会觉得有点奇怪 这个影像资料跟ECG 甚至基因 是不同类型的资料 为什么可以整合在一起呢 这边的数字代表的内涵 也不尽相同 因此我们这边 常常会有三个 一开始比较独立的 Neuron Network 通常这边的这些神经网络 负责的是特征的截取 也就是说 到了某一个阶层之后 我们把提取出来的特征 这个抽象空间 再去做一个整合 然后再是据此去做分类 这也是神经网络的一个蛮有趣的 Multi-medity的一个想法 好 这是我们第二个高维度 一纸资料的例子 接下来 这个例子 又更有趣了 它有许许多多的 不同样貌的维度 比如说 时间是一个维度 Encounters是一个维度 Lab Data是一个维度 Medications是一个维度 Vital Signs是一个维度 Procedure是一个维度 Note是一个维度 而最后Diagnosis也是一个维度 有这么多的维度 而这中间又有更多复杂的内容 比如说在Encounter的部分 它是初级照护所谓的基层医疗 或者是在二级医疗Secondary 又或者住院 在这个不同的实验室检验资料 比如说 它可能看到的是HbA1c 又或者肌酸肝 又或者Glucos等等 都有不同的Lab Data 这当然也是许多复杂的资料 光在这个维度里面 就有更高维的资料 而在用药的部分 不管是Insuring 或者是其他的 这个Bank of Medicine 也是有许许多多的用药资料 可以在这边呈现 而Vital Sign 像是血压 或者各式各样的Procedure Piopsy等等 也是非常的丰富 而在Note方面 它就是一些文字型的资料 这个病例的资料 我们待会儿再看 有更多的内容 再来 它的诊断 可能是Type 2 Diabetic 又或者不同的Skin 或是Soft T-shirt Infection 不同的感染 又或是一些 急性的肝衰竭等等 都是可能的样貌 那这边的想象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的高维资料 都能够完整地收集 然后能找出规律或模式 协助我们做各式各样的预测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只是要做出这样子的高维度资料分析 其实也是非常挑战的议题 我们不仅要考虑到这么高维度的资料 而且又是意识性的资料 它们彼此的Scale 代表的意义都不一样 而且它们常常会有各式各样的误差 不管是两侧上面的误差 或是观测者的Intra Observer 以及Inter Observer之间的误差 又或者也可能很多资料的缺失 很多的Missing Data都要处理 所以我们说 高维度抑制资料分析 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方向 但是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问题 不过我们认为 做出来它的影响会很大 好 在接下来的这个例子 是另外一个高维度的抑制资料 这个例子着重在EHR Electrical Healthcare Record 电子健康记录 在这个电子健康记录 通常我们在一开始拿到的是一个非结构性的EHR资料 它可能在不同的医院都有不同的做法 因此在某一家医院可以实际进行预测的模型 在另外一家也不尽然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通常会先把它转换成标准格式 比如说FHIR 这个Fast Healthcare Interoperability Resources 就是一个国际医疗资料的交换标准 有了这个标准的结构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把它投影到一个时间序列 Temporal Sequencing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某一个病人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资料上面有怎么样的记录 从中再去开发模型 我们可能就会回答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 这病人过去什么样的资料 病史是必须要被review的 比如说 他目前的状况可能是怎么样 比如说 我们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介入性的处理 以及他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 因此需要考虑到 这个例子就说明了 一个高维度的抑制资料 可以做的事情 当然如同我们所说 这才是一个想象 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资料 收集 整理 建模 预测 仍然有许多的路要走 但是我们还是往这边继续的前进 因为它的影响力可以很大 如果我们放大到人的一生来看 那就更有更多更多的高维抑制资料了 比如说 从一开始 体外人工受益的胚胎选择 又或者到一些新生儿的基因筛选 甚至一些 这个smart speaker 像是Siri Alexa 也很多的应用 一些机器人的对话 在这边逐步的被开发 也有人用ECG的data 去做高写假证的预测 这是Time Series的Data 然后有一些语音机器人 可以协助舒缓情绪上面的议题 又或者在许多的心脏病或是中风的医治 也可能在到院前就可以做一些处置 比如说 在旧物测上面 透过量测 心电图 甚至有的已经有MRI 或是迷你的CT 可以做出一些脑部的scan 然后把这个scan 做一个快速的分析 先传到医院 让医院有事先的准备 可以到到院前的旧 准备 然后呢 尽快的做处置 那在各式各样的医学影响 更可以协助判读 有的时候 在这一个视网膜的这个影片 也可以协助去预测 去预防一些病变的恶化 能够提供及早筛选的系统 早一点发现 早一点治疗 又或者去区隔各式各样的癌症 又或者突变 又或者去提升病人的安全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又或者在医院里面 比如说ICU 去预测病人可能的变化 它的 Motality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 当然也包含 re-admission 也是医院中重要的议题 这个完整的各式各样的资料 在人的一生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们看到了很多高维度的抑制资料 了解到这样子的事情 并非现在才有 从很早以前 就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模式 那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子的 核心的概念的运算呢 我们就必须看到 两个重要的转型的要素 这就是我们的下一单元 谢谢